70万一针的救命药 诺西那生那 在国外仅收41美元 和人民币280元 在日本几乎是免费 近日有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 迅速刷爆网络 一瞬间就全变了全世界 网上拍砖如雨 恶语如潮 闻者无不愤怒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湖南省淮化市旭浦县有一个家庭 刚一周岁孩子得了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医院向患者家属推荐 可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 竟高达70万一针 真正的添加 我们所有的药品中最贵的 且完全是致费药物 不要说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就算是中产能付得起这么贵的药费吗 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 还不止需要一瓶 你就算砸锅卖铁又能换几个钱 幸亏这个世界有了互联网 患者的家属父母 在亲亲朋友中到处筹钱 想要挽救孩子的生命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都在问着同样一个问题 这种药真的那么贵吗 昂贵的也太离谱了吧 于是就有人追本溯源 寻找这个药 在国外的售价 很快就有了消息传来 就是这种治疗 脊髓性肌肉委说症 在澳洲 诺西纳生纳 仅售441美元 核人民币不过280元左右 可是我们的医院居然敢为 病人开价到70万 医院的暴力居然到了如此 害人听闻的程度 我们不禁想问 他们还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吗 这种被医院标价到70万人民币的药 在日本近乎于免费 针对网络上如潮的质疑声 今天国家食药监种局作为了回应 食药监种局打付说 药品的价格是由发改委决定的 一脚踢 估计这球都找不着了 当有人问到这个药的进口价格 是多少的时候 得到答案居然是 这是市场行为 妈呀 我们不仅想问 国家到底有没有反暴力 而药品是关系到 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的问题 它的价格该不该受到管理和限制 如果放弃到十亿掌控 那么没钱得病的人 就没活路了 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该怎么办 这种药品在治疗的过程中 并不是一瓶就能解决的 如果需要五六瓶的话 妈呀 我得倾家荡产呢 如果害人听闻的事 既然无法得到解决 人命关天 我们到底去找谁 多少人在添加生命药的面前 都选择了放弃 这样的悲剧 我们听的还少吗 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事 发生在你和你的孩子身上 你又该怎么办 大家怎么看 喜欢我就关注我 得晕 我听到你和你一声 在碰上 这个东西 我听到我看 它是迫性药的 情况下